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这个人一生大概都有计划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那么有的人生活没有计划 可是他到了老年 他对他的将来 对他的明天 他也朦朦胧胧的有一点计划 那在这里我奉劝各位 多给自己的明天写几个版本 你可能明天还是很健康 你可能明天一切都很如意 这是一个版本 但是你也可以写另外一个版本 如果明天自己不健康 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自己的明天 如果明天有些事情不顺遂 你要怎么样地面对你的明天 当我们自己不断地在思想在操练 这个时候我奉劝你 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 我们自己的思维想法上不见得健全 也不见得完全健康 把我们交给神 让上帝管理我们 换句话说 就是当我们自己把主权交给上帝 我们完全依靠他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明天 不管是这个版本 那个版本 还是哪一个版本 你都会没有担心 不会害怕 可是在这里我还要再说 你说对 有道理 可是到你想的时候 到你真遇到了明天的时候 你好像又改变了 为什么 你自己的那个老我出来 控制住你自己的想法 你面对的那个明天 可能是不快乐的 可能是不健康的 可能是让你自己手足无措的 凤雀 把明天主权也交给我们的主 让上帝了解我们 我们全心全意的依靠他的时候 各位 就算是没有明天 你的今天都活得很平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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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